你好 欢迎收看4月20号 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贵 强证中严重倾斜的 铁王新大楼目前就完成 拆除作业 花莲地检组检察官汇同行大 在拆除工程期间涉险爬进大楼内部 财政将对相关单位展开调查 大楼是否偷工减料 又无一规定修缮补墙 另外拆除期间从大楼内 清理出来的受灾户私人物品 除了通知发还之外 全都逐一造册 后续会办理受灾户公开招令会 花莲地检警局侦查队员 在天王新大楼拆除期间 将现场清出的各类物品 逐一登记造册 分类装带贴上标签 天王新大楼拆除过程中 警方在现场总共识获 90多件遗失物 另外大楼拆除下来的 8000多顿土方 有刑警负责看守 随即将进行分检作业 本分局受理正在大楼实得误后 于现场会同县府针锋人员 逐向登陆拍照列册 可证明实得误 所有忍者已主动发还 其余将依公告程序 办理招令 你拿摄影机 好 小心哦 华联定质署检察官会同刑大侦查队员 在大楼拆除期间 涉嫌爬进大楼内部彩证 调查大楼有没有偷工减料 是否有依规定修缮补墙 这里来往下 下面是三楼 根据这个大楼拆除的进度 逐程就内部的梁柱 进行混凝土专心 以及钢筋的取样作业 而是过程当中 检察官甚至 这个进入大楼内部进行勘查 以确认大楼内部的建筑结构 是否符合法规 华联定质署主动查办 承办检察官除了将在大楼内部 勘采证误 送往实验室确认结构外 同时将会同土木济师 依鉴定结果来厘清天王新大楼受灾前 有无依法补墙修复 记者许立琴 欢迎来到